基础物理1 3-3 克普勒行星运动定律 这是106年3-3的平时测验 第一题 夏令恒文将蒂古所观察到的庞大的天文资料 加以整理成行星运动定律 蒂古支持蒂新说 可是蒂古勒终于天文观测 他长期进行天文观测并且所测得的数据十分的精确 资金的误差十分的微小 因此对后的影响帮助极大 而蒂古勒是蒂古的助手 当蒂古在晚年的时候 蒂古勒协助蒂古进行天文观测并且协助资料整理 而后来蒂古死后 将长期所观测的天文数据全数交给蒂古勒 蒂古勒的数学很好 蒂古勒透过数学分析将所获得的数据整理成行星运动的规律 因此定立出了行星轨道运动的三定律 第一定律称为轨道定律 第二定律称为等面积定律 而第三定律则是周级定律 而这三个定律的完成 是蒂古勒透过蒂古长期观测所获得的大量数据 而将这些数据进行数据分析而得到的结果 因此我们将蒂古勒称为天文的立法者 所以第一题将蒂古所获得的庞大数据资料整理成行星运动定律的 是克普勒 所以第一题C的答案 第二题 主张将地球摆在宇宙中心 太阳 恒星 行星 月球都环绕地球运行 提出这种学说的是哪一位 题目强调将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 其他的星球则是绕着地球转 这种思想称为地心说 而提出地心说的人最主要代表人物是托勒密 托勒密在7月2世纪的时候 将亚里说的宇宙与地球为中心的思想 加以范围光大 并且完成了一系列的有关地心说的天文著作 成为后世在研究天文时必须要阅读的重要著作 因此主张宇宙与地球为中心 而太阳 恒星 行星 以及各个星球都是绕着地球旋转 这个称为地心说 主张地心说的是托勒密 因此第二题A的答案 第三题 太阳系有四颗类地行星 分别是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其公转周期的大小关系为何 太阳系四颗类地行星 从内到外分别是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而这四颗星 其中以水星的轨道半径最小 而火星的轨道半径则是最大 因此这四颗轨道半径 R 是水星 小于金星 小于地球 小于火星 可是按照科普瑞的周期定律 只要中心同一颗 所有星球都是绕太阳转 因此这四颗行星 T 平方 R 三次方 这个关系一定比例是个定值 可是在这个比例下 如果R 平均轨道半径越小 则它的周期会越小 相反的 平均轨道半径如果越大 则环绕的周期会越大 因此每颗星球都是让太阳旋转 它们之间的关系符合T1的平方 R1的三次方 会等于T2的平方 R2的三次方 所以如果R1小于R2 则如果轨道半径小 它的周期也会更着小 这时候我们发现T1一定小于T2 所以这四颗里面 水星的轨道半径最小 火星的轨道半径最大 因此水星的绕的周期是最小 火星的绕的周期则是最大 因此第三题C 水星小于金星 小于地球小于火星 所以第三题C的答案 第四题 如果能照卫星让地球的轨迹为椭圆轨道 如右图 是否下的几个路径中 哪个路径花费的时间长团比较 何者正确 甲 A到B到C 以B到C到珠 丙 C到珠到A 丁 珠到A到B 选项 选项里面 我们配合旁边这个图形 从A到B到C是下半个椭圆 B到C到D是右半个椭圆 C到珠到A是上半个椭圆 珠到A到B是左半个椭圆 从椭圆的长度来看 甲乙丙丁这四个 混淆的椭圆都刚好混淆半个椭圆 因此 以轨道的长度而言 这四个长度 它能到地球所经过的弧长 是一样长 我们看底下这四个图形 第一个甲A到B到C 因为图形中 轮上卫星跟地球的连线 A经过B到C 所扫略过的面积 是下半个椭圆 所以这个面积 是二分之一椭圆的面积 这个是甲图 以图底下从B到C到珠 这时候 能到卫星跟地球连线 从B到地球 和珠到地球 扫略过的面积 是右半个椭圆 可是这右半个椭圆 包括半个椭圆 再加上一个三角形 所以BC珠 所经过的面积 和地球的连线 超过一半个椭圆的面积 所以 以图的面积 比甲图的面积大 而丙图C珠A C到珠到A 能到卫星跟地球的连线 从C经过珠到A 和地球连线 和地球连线所扫略过的面积 是上半个椭圆 所以我们发现 丙图的面积 跟甲图的面积 一样大 只是一个是下半个椭圆 一个是上半个椭圆 所以甲等于丙 可是已是最大的 丁 珠到A到B 珠AB 这时候 人造卫星 绕着轨道 是左半个椭圆的面积 所以 人造卫星跟地球连线 扫略过的面积 这时候是小于一半的面积 而这个是丁图 因此 从图形上 我们可以发现 甲图跟丙图 人造卫星跟地球的连线 所扫略过的面积 甲图跟丙图 刚好是一半的面积 以图的面积 则是超过一半 然而丁图的面积 则是小于一半 所以 虽然 甲乙丙丁 所经过的轨道长度 都是二分之一的 土圆轨道 可是 所经略过的面积 我们利用 人造卫星跟地球的连线 来做判断 因此 图形面积越大的 则代表 环道的周期会越大 所以 这四段里面 面积最大的是 乙的面积最大 而乙的面积 大于甲 甲跟丙 两个都一样 都刚好是半个椭圆的面积 然而 丁的面积 则是小于二分之一 所以 丁的面积 是最小 所以丁到日 所需的时间 也是最少 因此 按照 人造卫星到地球 所需时间的长短 丁的时间是最短 乙的时间是最长 甲跟丙 时间 则是相等 所以 第四题 符合选项的 只有诸的答案 第五题 乘上题 根据科普勒行星运动定律 可推知 人造卫星到地球运动时 A 做等速率椭圆轨道运动 A 这个是错的 人造卫星到地球 在轨道上任何地方 它的七线数率 不不相等 离地球最近 所受到地球引力最大 在A点的位置 切线速度 也是最大 从等面积定律 我们可以推知 人造卫星 在A点的位置 这里是近地点 离地球最近 如果这个距离 是R1 而在C点的位置 是远地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 如果距离 是R2 则这时候 在A点 有个切线速率 C点 有个切线速率 A点的切线速率 如果是VA C点的切线速率 如果是VC 则把距离 R1 乘以VA 会等于R2 乘以VC 因此 A点的切线速率 VA 比上C点的切线速率 VC 两个比会等于 跟距离乘反比 R2 比上R1 所以 A点距离近 切线速率大 C点距离远 切线速率小 因此 在每个位置 因为距离不同 切线速率不一样 所以 不是等速率运动 所以A是错的 B 在A点轨道的切线速率 大于C点的切线速率 B 这个是对的 在A点的地方 因为离地球近 切线速率比较大 在远地点的地方 C点距离地球远 因此 切线速率比较小 A点的速率 大于C点的速率 B 这个是对的 C 在A点的面积速率 大于C点的面积速率 C 这个是错的 在轨道上的任何地方 不管近地点 还是远地点 它们切线速率不一样 可是 在轨道上任何位置 面积速率 则是相同 所以 A点的面积速率 会等于 C点的面积速率 所以 C 这个是错的 逐 在A点和C点 遵守周期定律 逐 这个是错的 所谓周期定律 是指不同的行星绕恒星 或者不同的卫星绕地球 不同的星球 只要中心星球相同 则必定有 周期的平方 和轨道半径的三次方 比例四个定值 一定有这个关系 所以 周期定律 所讨论的是指 不同的星球 它在绕行的时候 周期和轨道半径 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在讨论 同个轨道上面的面积速率 所以 A点跟C点 是遵守等面积定律 可是 不是遵守周期定律 所以 诸 这个是错的 1 在A点与C点 动能相等 1 这个是错的 因为 所谓的动能 EK 表示动能 EK 等于 二分之一 M 乘上 V的平方 所以在近地点 与远地点 因为 在A点的位置 切线数率比较大 所以 所求出来的动能 会比较大 所以 A点的动能 会大于 C点的动能 两个位置 数率不一样 因此 动能大小 不会一样 所以 1 这个是错的 因此 第五题 正确的 只有 B 是正确 第六题 某些行星 在近日点时 与太阳距离 两个天文单位 远日点时 与太阳距离 六个天文单位 则先行星 在近日点 与远日点时 面积数率比 等一起比起 题目说 行星落日 跟太阳的距离 近日点 有两个天文单位 远日点 有六个天文单位 可是 根据 等面积定律 行星 落日 在轨道上 不管在近日点 或者在远日点 只要在同一个轨道上面 不管在任何位置 它的面积数率 是相等 所以 近日点的面积数率 和远日点的面积数率 因为 都是在讨论 行星的面积数率 而行星的面积数率 在轨道上的不同位置 面积数率 是个定值 所以 近日点的面积数率 和远日点的面积数率 一定 1比1 所以第六题 A的答案 第七题 两人造卫星 让地球的轨道半径比 为9比4 这其周期比 为多少 人造卫星 落地球 假设 有A人造卫星 以及 B人造卫星 因为 两颗人造卫星 都是落地球 所以 中心相同 我们可以利用周期定律 将轨道半径的三次方 和周期的平方 比值 当成一个定值 所以 A人造卫星 和 B人造卫星 因为题目说 人造卫星的轨道半径 9比4 所以 假设 A型星 轨道半径是9 9的三次方 B人造卫星的轨道半径 则是4 4的三次方 因此 两颗人造卫星的周期 A的人造卫星 周期是TA B的人造卫星 周期是TB 所以 TA的平方 和TB的平方 它们的比值 是一个定值 所以 从分母 TA的平方 比上 TB的平方 会等于分次 9的三次方 比上 4的三次方 然而 9 可以写成 3的平方 外面三方 4 可以写成 2的平方 外面三方 我们把三次方 放在里面 把平方 移到外面 就可以写成 3的三次方 外面平方 2的三次方 外面平方 所以 就可以得到 3的三次方 等于27 所以 27的平方 比上 2的三次方 是8 所以8的平方 因为 两者的平方 比是 27的平方 比上 8的平方 所以 TA 比上 TB 等于 27 比8 所以 两颗蓝照卫星 轨道半径 9比4 它们的周期比 是 27比8 所以 第七题 1的答案 第八题 某行星的 同源轨道 近日点距离 是8个天文单位 平均轨道半径 是16个天文单位 这些远日距 为多少天文单位 因为 题目说 近日点的距离 有8个天文单位 可是 平均半径 是16个天文单位 因为 所谓的平均半径 R 平均值 是把近日点的距离 R1 加上 远日点的距离 R2 两个相加 除以2 这个是 平均轨道半径 的平均值 现在题目说 行星的轨道半径 是16个天文单位 所以 平均轨道半径 16个AU 可以等于 R1 加R2 除以2 所以 R1 近日点距离 有8个天文单位 现在题目要求 远日点距离 假设远日点距离 是R2 则 近日点 加远日点 相加 除以2 就是平均轨道半径 而平均轨道半径 是16 所以 2乘过来 16乘以2 32 32等于 8加R2 因此 R2 等于 32 减8 所以等于 24 所以有24个天文单位 有24个AU 所以 第八题 1的答案 第九题 如果将地球公转太阳的平均轨道半径 变成现在的4倍 则地球公转的周期 会等于多少年 题目在比较 原来的地球半径 以及 后来的地球半径 题目说 如果把平均轨道半径 变成4倍 所以 我们把后来的轨道半径 跟原来的轨道半径 两个相比较 可是 因为 原来的地球 它的轨道半径 是一个天文单位的三次方 可是 周期 则是一年的平方 现在 把轨道半径 变成4倍 则 后来的轨道半径 是原来的4倍 原来是1倍 后来是4倍的三次方 分母 则是周期 t的平方 所以 1的三次 1的平方 整个数值都是1 交叉相乘 因此 得到了 t的平方 等于4的三次方 4的三次方 等于64 所以 t的平方 等于64 t等于8年 所以 如果 将地球的轨道半径 变成现在的4倍 则地球绕略公转 它的周期 会变成8年 所以 第九题 猪的答案 第十题 考虑四个 让地球运转的人造卫星 卫星甲 做半径为R的圆周运动 卫星椅 做半径为2R的圆周运动 卫星柄 则做近地点R 原地点2R的椭圆运动 卫星丁 做近地点R 原地点4R的椭圆运动 则哪个卫星周期最长 题目在比较四颗人造卫星 这四颗都是绕地球 绕地球运转的人造卫星 因为中心都是地球 因此 人造卫星的距离远近不一样 我们可以用周期定律 周期定律 是指周期的平方T平方 平均轨道半径R的三次方 这个比值是一个定值 所以 从周期定律的形式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分子R的三次方越大 则分母周期的平方越大 所以R大T一定大 因此 我们比较甲乙丙丁这四颗 它们的轨道半径 对甲而言 甲的平均轨道半径 是R 对乙而言 乙的平均轨道半径 是2R 因为 其他两颗都是圆形的轨道 可是 对秉而言 秉是一个椭圆轨道 有近地点 有远地点 因此 我们对比卫星 我们要求它的平均轨道半径 而平均轨道半径 近地点距离是R 远地点距离是2R 所以把近地点加远地点 相加除以2 所以R加2R加起来除以2 等于2分之3R 这个是平地点 而对于丁卫星而言 丁也是一个椭圆轨道 所以 丁的平均轨道半径 近地点是R 远地点是4R 所以把近地点R加远地点4R 两个相加除以2 所以等于2分之5R 所以从轨道半径的平均距离 我们可以知道 丁的距离最大 再来是乙 再大于丙 最后再大于甲 所以丁的平均轨道半径最大 因此 在缓纳的时候 有最大的R三方 就有最大的周期T平方 因此 这4颗人造卫星 周期最长的是珠 因此 第10题 珠的答案 11题 假设一个闹热运动的行星 其平均轨道半径为R 近日点与太阳距离为小R 则该行星 远热点与太阳的距离为多少 题目告诉我们 行星闹热的平均轨道半径是R 可是 平均轨道半径R 等于 我们把近日点距离 加远热点距离 相加除以2 所以近日点跟太阳距离是小R 假设 原热点的距离如果是X 只把近日点加原热点 相加除以2 这个就是所谓的平均半径 而平均半径等于R 因此 把分母乘过来 两倍的大R等于小R加X 所以X这是原热点的距离等于2R减掉小R 所以原热点的距离等于2R减掉小R 所以11题 珠的答案 12题 若水星与金星公转周期比约为27比64 则水星与金星的平均轨道半径比是多少比多少 题目要比较水星和金星 因为水星与金星 它们都是绕太阳公转 所以周星星球相同 这时候适合周期定律 而周期定律是指周期的平方 和平均轨道半径的三次方成比例 题目告诉我们周期比 水星的周期27 水27的平方比上64的平方 会等于水星的半径 如果是R1的三次方 则金星半径会是R2的三次方 两个比例因为中心相同 它们两边比例相等 所以R1的三方 比上R2的三方 会等于27的平方 比上64的平方 因为我们要求三次方 刚好27是3的三次方 外面平方 64是4的三次方 外面平方 我们把三次方跟平方 两个位置互换 所以变成3的平方 外面三方 比上4的平方 外面三方 所以3的平方是9 所以等于9的三次方 4的平方 16 所以等于16的三次方 所以R1三方 比R2三方 等于9的三方 比上16三方 因此 R1比上R2 等于9比16 所以水星跟金星 平均轨道半径比 9比16 所以12题 A的答案 13题 若有一行星 绕着恒星S 做椭圆轨道运动 则下列有关 行星在图4上面 各点处的 速率量值的叙述 何者为最正确 我们先看图上 这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 而恒星S 是在椭圆轨道的焦点上面 A点是离恒星最近 A点这里是近日点 珠这里是离恒星最远 珠这里是远日点 因此 对椭圆而言 椭圆以A点跟珠点 这两点连线 这个就是椭圆的长轴 以椭圆长轴为中心 整个椭圆上下是对称的 所以B点跟F点 两点到太阳的距离是相等 C点跟E点 两点到太阳的距离是相等 题目要比较各处的速率 所以从图上我们可以知道 B点跟F点 这两处到恒星的距离相同 上下角度是对称的 因此B点跟F点 它们的速率是相等的 同样的C点跟E点 这两点也是到恒星距离也是相等 因此C点跟E点 它们在轨道上的切线速率 这两位置速率也是相等的 A点跟珠点 两点不一样大 A点近日点速率最大 所以是A大于珠 A不对 B点和F点一样大 B这个是对的 B点跟F点 它们是在统圆上面对称的位置 所以这两处的速率会相同 C C与F C跟F不一样 是C跟E才会一样 所以C不对 逐 C与B C处比B处大 因为C到恒星的距离 比B到恒星的距离还要大 所以C点的速率会比较小 B点的速率会比较大 因此珠不对 1 珠处最大 1 这个是错的 速率最大的是在A点 不是在珠 所以1不对 因此 13题 正确的只有B正确 14题 如右图 某行星让略轨道为统圆形轨道 图中显示 A到B所扫略过的面积为A C到D所扫略过的面积为4A 则A到B所花费时间T1 C到D所花费时间T2 则T1比T2等于G比起 因为行星绕热在轨道上面各处的面积速率比值4个定值 所以A到B面积如果这块面积叫做DeltaA1 而A到B所经过的时间则是T1 C到D跟太阳连线扫略过的面积是DeltaA2 而C到D所经过的时间则是T2 在轨道上任何地方面积和时间两个的比值是相等 这个我们称为等面积定律 所以在轨道上面T1比T2 会等于DeltaA1 比上DeltaA2 可是题目说DeltaA1和DeltaA2 A到B少略过面积是A 所以DeltaA1这个等于A DeltaA2是C到D所少略过的面积 这个面积是4A 所以A比上4A等于1比4 既然面积比1比4 所以经过的时间比也是1比4 所以T1比T2是1比4 14题 诸的答案 15题 乘上题 A到B平均的面积速率 与C到D平均的面积速率比为若干 A到B所经过的面积速率 以及C到D的面积速率 把面积处以经过的时间 就称为面积速率 而根据等面积定律 在同合轨道上面 各处的面积速率会相同 所以 A到B的过程 它的面积速率 和C到D的过程 面积速率一定是1比1 所以15题 A的答案 接下来题组 如右图 莫行星烙热 近的点距离2个AU 远的点距离6个AU 请回答下列问题 16题 该行星烙热的平均轨道半径是多少 图上面 左边这里近的点距离2个AU 右边远的点距离6个AU 则平均轨道半径 R平均 我们把近的点距离2个AU 加远的点距离6个AU 最近加最远 相加除以2 2加6是8 再除以2 等于4 所以有4个AU 因此 平均轨道半径 有4个AU 16题 猪的答案 17题 该行星在近日点的切线速率 比上原热点的切线速率 等于几比几 近日点跟原热点 切线速率 我们可以找到 如果近日点的距离是R1 而近日点的切线速率是V1 远日点的距离是R2 远日点的切线速率是V2 在切点的地方 切线速率是沿着切线方向 而距离是行星跟太阳连线 因此 我们发现在近日点的位置 和轨道的连线 这两个是相垂直的 而在远日点 切线速率和跟太阳的连线 这个也是垂直 所以在近日点跟远日点 我们可以得到R1乘以V1 等于R2乘以V2 所以近日点R1乘上V1 等于远日点R2乘以V2 所以两个位置的切线速率比 近日点的切线速率V1 比上远日点的切线速率V2 会等于R2比上R1 而R2比R1等于6比2 所以两个切线速率比3比1 因此近日点的切线速率 比上远日点的切线速率 等于3比1 所以17题 C的答案 18题 该行星在近日点的面积速率 比上远日点的面积速率 等于G比G 行星在近日点跟在远日点 是在同个轨道上面不同的位置 相当轨道上面的不同位置 面积速率 面积速率比值是相同 所以近日点的面积速率 会等于远日点的面积速率 所以两个面积速率比一定1比1 18题 A的答案 19题 以至动能EK等于1mV平方 则行星在近日点的动能 与在远日点的动能比为几比几 题目要问动能 我们先知道近日点的切线速率 和远日点的切线速率 因为从前面我们知道R1乘以V1 等于R2乘以V2 所以近日点距离两个AU乘以V1 等于远日点距离六个AU乘以V2 我们就可以晓得V1比上V2 等于6比2 等于3比1 所以近日点的切线速率 比上远日点的切线速率 等于3比1 那要问动能 近日点的动能 如果叫做EK1 而远日点的动能 如果叫做EK2 则近日点的动能比远日点的动能 等于1分之1m 近日点的切线速率V1的平方 比上远日点1分之1m 乘上切线速率V2的平方 前后项都有1分之1 约掉 m是行星质量 行星同一颗质量相同 所以m约掉 所以剩下速率的比 可是V1比V2等于3比1 所以近日点数量 所以近日点数量如果3 所以3的平方 远日点数量1 则是1的平方 所以3的平方是9 1的平方是1 因此在近日点与远日点 它们动能的比 等于9比1 所以19提 1的答案 接下来提主 太阳系中某行星的绕日周期为27年 且该行星绕椭圆轨道的最快速率 是最慢速率的两倍 请回答下列问题 A 该行星绕日的平均轨道半径 为若干个天文单位 因为行星绕日的周期是27年 所以周期27年表示跟地球做比较 所以对地球而言 地球绕日平均轨道半径 是一个天文单位的三次方 可是地球绕日周期是1年的平方 而对于行星而言 行星的轨道半径是R的三次方 题目说 行星的绕日周期是27年 所以行星的周期27年的平方 因此 所有两边分子分母两边乘比例 所以1的三方比上R的三方 1的三方1比上R的三次方 等于1的平方1比上27的平方 我们利用分子左边比右边 等于分母左边比右边 而R的三次方等于27的平方 所以R三方等于27 刚好是3的三次方 外面平方 我们把它变成3的平方 外面三次方 而3的平方等于9 所以这个等于9的三次方 所以R的三次方等于9的三次方 因此我们知道R等于9 R就是行星到热 这个9是平均轨道半径 所以有9个AU 因此 行星到热 平均轨道半径 9个AU 20题 C的答案 21题 若该行星近日点 与太阳距离是R1 原日点与太阳距离是R2 则R1比R2等于几比几 我们先看底下这个图 题目说 最快速率是最慢速率两倍 最快的速率是在近日点的地方 最慢的速率是原日点的地方 所以最快速率是最慢速率两倍 原日点这里速率如果是V 近日点这里速率是两倍 则是2V 如果近日点距离 这个是R1 原日点距离 这个是R2 则R1乘以2V 会等于R2乘以V 我们把V约掉 这时候R1比上R2等于1比2 所以近日点的距离 比上远日点的距离是1比2 所以21题 A的答案 22 如果行星近日点距离是6个天雲单位 则远日点距离是若干个天雲单位 因为我们刚求出 喜星到日平均轨道半径是9个AU 所以如果近日点有6个AU 则远日点我们利用平均轨道半径9个AU 等于近日点有6个AU 加上远日点距离R2 近日点距离加远日点距离 相加除以2 这个是平均轨道半径 所以2乘上来9218 18等于6加上R2 所以R2等于 18-6 所以有12个AU 因此 远日点到太阳的距离 有12个天雲单位 所以22题B的答案 23题 如果该行星在近日点的面积数率是X 在远日点的面积数率是Y 则X比Y等于G比G 行星到日 如果近日点的面积数率是X 而远日点的面积数率则是Y 因为行星到日 在轨道上任何位置 面积数率永远都是个定值 所以近日点的面积数率 一定等于远日点的面积数率 所以近日点跟远日点 面积数率1比1 所以近日点 分远日点X比Y等于1比1 23题 1的答案 努力从今天开始 成功从0开始 虽是平凡的脚步 依然可以登上雄伟的巅峰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我让您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路通